春节呢是咱们中国人民传统的节日 最盛大的节日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春节谣》 它将向大家显示了北方人民过节的一些习俗 那么大家都俗话说过了腊班就是年 过了腊班以后大家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每天都要干点什么来准备这个盛大的节日 那么大家都干些什么呢 比如说23 沾堂瓜 24 扫房子 25 冻豆腐 26 去买肉 27 制新衣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 让我们请林林和City为大家解答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 big holiday in China where people will unite with families and celebrate the new year This kid song describes the excitement and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ies prepare for the holiday 请大家欣赏北方民歌《春节谣》 小海小海你变成过了喇叭90年 小海小海你变成过了喇叭90年 大年初三爱学习 大年初四池爬山 大年初值得唱 大年初流花浮花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喇叭九十秒 喇叭酒喝几天 淋淋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果酱 二十四上房子 二十五冬豆腐 二十六去买肉 二十七买新衣 二十八把棉花 二十九蒸蓝酒 三十晚上熬衣袖 大年初一牛一牛 大年初二十八年 大年初三爱学习 大年初四池爬山 大年初五池爬肠 大年初六花浮花 小孩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喇叭九十年 喇叭酒喝几天 淋淋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果酱 二十四上房子 二十五冬豆腐 二十六去买肉 二十七买新衣 二十八把棉花 二十九摘满豆 三十晚上熬衣袖 一宵 大年初一牛一牛 大年初二十八年 大年初三爱学习 大年初四吃爬山 大年初五池爬肠 大年初六花浮花 大年初三爱学习 大年初三爱学习 大年初四吃爬山 大年初四吃爬山 小蕾 大年初三 Cara 大年初四吃爬山 大年初三食 大年初三云 大年初四吃爬山 大年初四吃爬山 祝大家新年快乐 生肌健康 万事如意